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kka姐姐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by姐姐 Mokka姐姐 上次真的麻煩你替我照顧小朋友 不用客氣 我多謝你教我如何用聲線和表情去講故事 我和你的小朋友講故事的時候 我已經參透到如何運用身體語言 所以今集我們就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其實身體語言真的很重要 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地運用 就可以令到小朋友聽故事的時候 除了有聽過的吸收 還可以有視覺上的吸收 加強小朋友聽故事的興趣 同時還可以幫助小朋友理解故事的內容 甚至可以令他們親臨其境地參與 都在故事中 而身體語言簡單一點 就可以由細到大地分 最小的部分就是我們的眼睛 就是你的眼神 然後就是你整個頭頸的部分 之後就是你雙手和手臂 最後就是你整個身體連著你的腳 我還有一個小口訣要送給大家 是甚麼 就是由小到大 即是由多到少 即是怎樣 即是說 越細的部分就要運用得最多 相反越大的部分就應該用得越少 我明白了 即是好像眼睛是最小的 但當我們講故事的時候 我們全程都要用到你的眼神 你真的很聰明 Toby姐姐 特別是如果你要拿著本書來講的話 千萬千萬不要只看著本書 一定要跟小朋友有眼神的交流 知道了 不如我們現在就示範一下 每一個部分可以怎樣運用好嗎 好啊 首先就是頭頸的部分 你可以用向左望向右望 去代表兩個不同角色的對話 例如小明問小麗 你吃了飯了嗎 小麗就回答他 吃了啦 這樣就可以了 喂Toby姐姐 我又考考你 周圍找東西 抬頭 點頭 腰頭 好 好 接著就是我們的手部動作 可以用來指示人物和方向 我們可以用來形象化一些形容詞和動作 譬如說 很大 很小 正在想東西 簡單去扮演一些角色 例如老虎 蛤 雀 魚 到最後了 就是整個身體的肢體語言 我們可以用來配合一些反應 例如說 嚇到 嘩 開心度 手無觸度 嘩 沒錯 就是這樣 但是記住最大是要用得最少 因為如果用得太多的話 會令人覺得好眼花 小朋友就沒辦法專注聽故事 明白了 除了運用身體之外 還可以用一些小道具 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代入感 對了 例如我們可以用一些現成的手偶 或者公仔去演繹一些角色 不過就算你沒有適合的公仔 也不要緊 你簡單到 用兩種不同顏色的水杯 來試兩個不同的角色都可以 又或者你可以利用一些日常的小物件 譬如說 一條小手筋已經可以是一張飛尖 這些時候就是考大家的腦筋 和發揮創意的時候 當然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製作一些簡單的手偶 是啊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只要把你想製作的角色 或者那樣物件 畫出來 或者裂印出來 然後在背部貼一些竹籤 刺紙筒 或者用卡紙固定它做操縱桿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我也製作了一個小白雲 不用15分鐘就製作了 那我們就用這個小白雲去講故事吧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故事是 奇妙的旅程 這個故事是講一個不喜歡下雨的小女孩 在一個天情的日子遇上白雲 兩個人成為好友的經歷 嗯 明明四周都陽光普照 為何只有我一個 站在一團黑景下面 於是我就抬頭一望 我就看到有一頂小白雲在頭上 於是我就跟小白雲說 我求求你不要再跟著我 但小白雲她竟然說 我覺得很寂寞 你可不可以跟我做個朋友 我想了一想 就答應了她 好棒 謝謝你 你牽著我 小白雲把繩子拉下來 於是我就牽著她一起跑上山 然後一起慢慢地看著太陽升起 嘩 日出真的很漂亮 是嗎 小白雲 嗯 最後最後再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第一 眼神接觸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事前大家一定要對自己說的故事 有一定熟悉程度 第二 大家做的動作可以放大一些 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接收 第三 如果你發現小朋友開始失去了專注力 突如其來的一些大動作 是可以重新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的 但要留意 過多的大動作會濃厚反絕 令到小朋友失去聽故事的專注力 總之 最重要的是你要一邊做動作講故事 就要一邊留意著小朋友的反應 再作出調整 希望大家會記得 由小到大 即是由多到少 這個小口缺 期待你們可以利用剛才講過的技巧 為小朋友講出一個精彩的故事 去到最後一集 我們會和譚老師重溫學過的技巧 分別和子晴妹妹講的故事給大家聽 到此見 拜拜 拜拜